红色的内圈红色的部分 就是它额外去做外差 就是说这边其实是没有资料给它看 但是它盗着RN这样子的规律 让它自己去做推论 推论出来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看到下面 如果是用Neural OD的结果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的整个结构是非常的连续 它是很Smooth 平滑这样子 所以说它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样子 然后它在做推论就是在做外差的时候 这边这个部分其实它表现看起来是上面还要好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这件事情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哇哦这个东西还可以做到像这种程度这样子 OK好那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进核心观点看说它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子 好那基本上在这边做的事情是把一个离散的层把它拉成一个连续的 那连续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做到 我们先看就是在 我们在算神经网路的模型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去算梯度 那算梯度基本上我们在电脑在算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离散的方式去算 也就是说它做的事情是数据上要明确的定义叫差分 OK它不是做微分这样子 好那连续的版本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连续的版本的话我们就会期望说我们把这个下面的分母这个 delta 的部分 适者让它逼近于0 适者让它逼近于0的话就表示说这个其实是这个分数其实是分母是越来越小的 那这一整项的话它的梯度是间隔是越来越小的 所以说它就可以让整个梯度原本是算一个斜率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微分的概念这样子 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方程式把它转一下 转一下就是去把它把它的位置做一个那个做一个调换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下面这个样子 连续度原本是算一个斜率关掉 OK好那所以它可以被转化成下面这个样子 那转化成下面这个样子看起来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 就觉得好像哪里有点熟悉 看起来好像跟什么公司很像 没关系 如果没有想到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东西 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把网路层拉成连续 可是只有这样子不够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网路架构的部分 那网路架构最基础的话 我们做的是所谓的fit forward network 就是前回馈的神经网路 那前回馈神经网路中间的层它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的下一 所以说我们前面在算 在做积分的时候我已经知道f是多少 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很快的算出我的a是多少 这样子 那所以基本上它的想法是这样 我的f是往前推的话 那a的话它就等于是有另外一个function 有点像是跟f它有一个伴随的关系 ok有一个伴随的关系 然后用a的话我就可以去算出它的一些资讯 然后透过这些资讯 我就可以去推到它的参数的尾分 目前可以吗 用来解微积分的方式 用来解微积分的方式 我觉得NAS这个东西原本是用来去分析一个微分方程的系统 那它对于参数的灵敏程度的方法 那只是说这件事情 一般除了拿来分析这件事情以外 都被拿去用在一些 在计算上数值最佳化的 的运算上面 这样子 嗯 对 adjoint method的话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它也是一种数值方法 它也是一种数值方法 那这个数值方法它的优点就是 我只需要知道说这个a是多少 我就不用backpack回去每一个前面的算过的东西 然后再去做更新 所以它我只要知道f 那我就知道a 那我就可以做回推了 类似 可以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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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 它做到的效果 就会是刚刚这张图 ok 刚刚这张图就是用刚刚那个 呃 那个方法跟架构去实验出来 ok 所以说它就可以从 比如说从第一个时间点开始丢 然后这个 这个是单纯用rn rn incode 然后rn decode ok 所以说这边是单纯用rn的结果 那这边的话是前面有提到的 刚刚的那个架构 那它就可以把你的时间点 搭成一个连续 ok 那所以说它又放了另外一张图 原本我是在那个什么 MIT review的网路 那个它的页面上面 然后看到这张图 然后但是它的标题是写 就是deep learning 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问说 诶 它那个跟动态系统 或是跟chaos theory 这件事情 怎会跟deep learning 怎会跟deep learning有关系呢 对 然后那时候就认真的去看了一下 我好像 好像可以有关系 这样子 好像可以啦 好 那只是说没有人去 呃 确认这件事情 不过它丢了这张图就是 ok 好 所以这边是它的一些结果 这样子 好 那 所以基本上主要的 呃 概念在于说 前面 前面 如果说去把一个连续的 呃 呃 对progression的架构去做 这样子 好 那这件事情的话呢 呃 Peper里面有提到一些 呃 这么做的一些 特性 或者说 limitation 这样子 然后第一件事情 它有去探讨 呃 一个data下去 那我要 跑很多次 它才在收敛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取一个中间值 取一个中间值 我就一小批一小批 丢下去跑 但是一小批一小批 丢下去跑 这件事情 跟你如果用了 NeuralOD 这件事情 呃 里面是提到 它的意义不大 ok 意义不大这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的神经网路 它是 呃 逐渐去做一个 收敛 然后跟layer 去做training 可是那个是beprogation的状况 它才会慢 可是这边做的是 audi solvers ok 那所以说 它的解 我就可以直接解 呃 其他的 任意的时间点的 资料 那你可以查任意时间点的 呃 资料进去算 所以说 你用minibatch的话 就是 不会拿到好处 也不会有坏处 这样子 ok 好 然后再来 另外一个 比较硬一点的东西 就是说 你解出来的这个东西 你解 你 啊 神经网路去当apostimator 去当 一个逼近的东西 那 这个东西 逼近出来的 解 就是你的模型 会是唯一的 ok 这件事情 会是唯一的 应该说 呃 相对其他很多 呃 这些人的架构 如果说 呃 可能同一批资料 然后 你的initial value 不一样 那你train出来的 那个网路架构 每个人train 可能 100个人train 可能有 有100种不同的 网路架构 这样子 但是他都可以达到 类似的performance 可是 呃 在这边的话 他是收链 如果你是同样的 呃 同样的资料下去train 那你不同initial value 这件事情 呃 他train出来的 会是唯一的 模型 那唯一的模型 这件事情 他引述了一个 呃 数学上的 定理哦 这数学上的定理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叫做 PCOTS existence Serum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他是说 呃 如果你一个 呃 初始值问题 initial value problem 那 他会存在 而且唯一 那他的条件是什么 这条件就是说你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他在时间上 跟空间上 要是连续的 ok 如果你的时间上跟空间上是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那你解出来的东西就会是唯一的 好 那时间上跟空间上这件事情 怎么会从刚刚那边看到 时间上就是 呃 你可以把layer这件事情 跟时间同等起来 那 所以我把layer拉成连续 我就是等于是在时间上是连续的 那我在空间上怎么会是连续的 我在空间上他 我每一个 丢进去算的 都是一个向量 向量这件事情 呃 他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本身 就是连续的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他是满足 这样子的定理 然后所以说他 出来的东西会是唯一的 ok 所以说他fit出来的那一条function 是你的网路架构会是唯一的 好 然后小小缺点 这个是limitation的部分 limitation的部分就是说 呃 这边用的方法是adjoint method 那adjoint method这件事情 他是假设你的 呃 模型 呃 模型 模型 你的function他是reversible的 对 对 那 对 就是reversibility 没有没有 我讲错了 就是adjoint method这件事情呢 他是没有办法 他是不是reversible 这件事情 那reversible这件事情 他指的是说 呃 我在数值方法在做计算的时候 我如果从 有些方法是从前面推 往往往后推 从前面往后推 跟从后面往前推 去做一个运算 如果是reversible的话 从前面往后跟后面往前 两个结果会是一样 但如果是adjoint method的话 他会 不一样 ok 好 那但是这个是使用的那个 呃 数值方法上面的差异 这样子 好 呃 呃 目前大家 还好 好 ok 那 基本上 这边 我自己 要像我comment这样子 好 为什么会是用od 第一个效率 我用数值方法 或者说积分器去解 它效率是比较高的 第二个 它可以 从 呃 因为数值方法这件事情 它 在我们的传统的工业上 或者说科学上 它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 东西 跟概念 那其实这件事情把它引进来 呃 Deep learning 里面 它的意义是说 我们可以从 呃 传统的 工程上面 工程学上面 或者说科学上面 去借一些概念 把它放进来我们的 呃 Deep learning 里面 所以这件事情 它的意义变成是 去结合 就是科学上的东西 跟 呃 Deep learning 的东西 跟AI 的东西 那这件事情 看它有没有办法带来一些 科学上的解释性 ok 好 那 呃 关于Efficiency 这件事情的话 呃 给大家 view 一下 这张slide 啊 有有看懂就看懂 没有看懂就算了 好 那 另外一件事情 哦 给大家比较形象一点的概念 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在离散的状态 就是 呃 你的神经网路 它是一层一层离散的层 它比较像是 诶 我把一个方块丢进去 然后它就涂一个圈圈给你 但是你不知道中间它到底是怎么把方块变圈圈 最后 基本上 目前大家在问的问题都是这个 就是 Deep learning 我把 呃 图片丢进去 那你怎么知道 它是猫 你怎么跟我说它是猫 这中间的东西都消失了吗 我都看不到 那我就只知道 我把h丢进去 我就可以算出下一层的东西 但是你东西全部都藏在那些wet里面 然后跟hative function里面 那如果说你把连续这件事情 的概念给带入的话 它就比较像这个样子 ok 所以到底是不是 稍微 稍微有办法可以去理解说 它到底是怎么把一个正方形 变成圆形 ok 所以我可以从 这个function里面的任意时间点去抽资料出来 然后可以告诉我说 诶 它是怎么去做渐变的 好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好 那今天的 我是这么猜想的 对啊 对 对 对 的思路啦 对 都是beprogation 对啊 然后听腾大大自己也说 beprogation不是很好这样 对 对 對 對對 我覺得這個不是太大的那個 因為他其實只需要把 把Skip Connection這樣子的概念給引入 其實你架構稍微改一下 其實不太 會care什麼這樣子 我自己是這麼認為 對 對 OK 好 這邊有問題嗎 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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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等於是你可以把 T可以是時間走啦 或者是你 層數 深度這件事情 他其實把兩件事情 拉在一起 另外一個方向你需要哪一個方向 Input Dimension 對 好 of t H H 裡面應該有一個HT 或者H of t 對啊 H是那個hidden layer 那如果你是擺在第一層 他就是input 這個 正步 或者input的 嗯 對 他每一個 每一個input就會有一條equestion來解 你可以解同一個equestion 為什麼每個到一個equestion來解 你可以讓他你可以讓他解同一個equestion嗎 OK 好 還有還有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 那 對 對 講解就到這邊囉 如果還有不懂的話要趕快問 對 D嗎 哪一個 哪一個部分啊 告訴你 對 他只是在不同地方表示不太一樣 對 沒關係 就是 就是 有點confusing的部分 好 那 然後 那 目前那先 休息 一分鐘 我們等一下進 Julia的 製作 OK好 先 到這邊 好 有點神奇 第一次看的時候完全看不懂 嗯 呃 對 現在是多倫多大學的 謝謝 嗯 嗯 嗯 大家已經很喜歡 其實很喜歡 要被載 會跑一個下來 如果 你需要一些跟SARS相關的東西 因為其實 很痛 很痛你在做束縛 說你用鬼分方程去抖一個心 鬼分方程 你需要知道非常多事 說 知道說 說你要用某 有辦法向 道德 可能會影響 都在 物理 物理 就是要 如果說你丟了一個很奇怪 就算是 你 就算是 你 就算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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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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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 原本的 然后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 然后我们 所以说 然后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 就是一些计算 就是把oddata 开始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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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工 师对 畢竟我們的資料你會看到 他好像越來越像 但有些地方會很奇怪的扭曲 像這個會 前面這個原本長這個樣子 然後後面的話 這邊尾巴的部分就開始往下掉 不過沒關係 他會自己修正 往上拉 然後 滑快一點 這邊我自己 修跑 我們放個小時吧 然後所以到後面其實 藍色點跟橘色點其實已經非常相近 然後看你什麼時候要把它停掉 那他其實在跑了非常多個App跑之後 他Loss掉到這個程度 所以他等於是幾乎是跟你的資料是疊在一起的 像剛剛那個Sign Wave就是Overfitting 然後面原本我們在中間看到是Sign 跟我們的Data很像 可是我在設計問題 他那個模型 那個模型是 就是 狗獵者跟獵物的模型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